看看這些過關票 幅度多多 7.8 變7倍 然後這個二門 蓋細紫牙 6 倍變5.4 精算攻略就下一點而已 6.9 變6.5 我當四場四班 1650 準備 一開閘的時候 前面快一點點的馬 見到裡面有浪淘寶 幅度多多 外面精算攻略 中間就是愛木仙 再外面 創新高都遲一點 一路省住 在第六位 幸福德寶 好像好積的那樣 再後面的馬 先見到甜蜜至上 在外面殺了過來 後一踏的馬 先見到浪淘 德運寶 引申波幅 縮了去尾三 尾 蓋細紫牙 暫時電流出閘都不是那麼快 就是這個神村複象 轉滿冠灣的時候 前面一對放 近邊幅度多多 外面精算攻略 再後面一對馬 奈蘭 愛木仙 外面第四位 浪淘寶 後面的馬 第五位 衡衣 創新高 白衣 白帽 第六位 幸福德寶 再在外面 拍著他 還有甜蜜至上 後多小的馬 先見到德運寶 再度豪情 尾三位置 引申波幅 尾紙 蓋細紫牙 暫時電流 仍然都仍是一隻神村複象 向著這個六百米 斷柱進發 好像捕捉拖慢一點 見到這隻福島多多 貼蘭漸先 精算攻略 全程 跟著他在外面的第二位 分裂三四位的位置 埋面橙衣 愛木仙 外面 綠色衣 浪淘寶 再後面的馬 上回一點 有創新高 入面幸福德寶 外面開始比上來 有隻輕波的甜蜜至上 再後多小 再度豪情 德運寶 蓋細紫牙 等入面 引申波幅 包尾就是神尊複章 入正 最後直路 前面 複道多多 就鬥著精算攻略 精算攻略 出來了 再在外面 蓋上來的馬 還見到創新高 再外面 有甜蜜至上 鬥到最後一百米 創新高 先騎出來 外面 追上來 就是蓋細紫牙 中間 再度豪情 接近終點 創新高 包 第二名 就是蓋細紫牙 第三名 要拍照 有埋面的隱身波幅 中間 就是再度豪情 甜蜜至上的馬 結果這隻 創新高 在這裏 早就走出來 結果就到了 蓋細紫牙 第二 第三 再度豪情 第四 就有隱身波幅 和再度豪情拍照 不是開玩笑的 你看別人買到 二十多倍 二十二倍 大佬 真可憐 藏身高 真可憐 真是故意在跑馬地 等你不買就對了 具細紫牙 都不錯 中間 第二 然後就是再度豪情 看引申波幅 有沒有第四 某人有點眼光 坦白說 你看上次 王志偉 嘩 我剛才講到 古力彈道 特意跑完那一場 休息一會 為什麼呢 是去年一季 初出Fresh 已經很近 今年Fresh 又近 人家很有planning 跑這場 不是馬路炮講的 當然啦 當然啦 報紙都是一樣寫的 我看見他跑到 差不多對面上山 他那隻創新高的頭 是這樣搓幾下 你看 很厲害的 很厲害的 一直輪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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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背這個彎 那個步驟慢了很多 他那隻創新高的頭 是這樣搓幾下 這隻馬會留得深遠一點 這條已經是要一跳兩跳 一下 已經一下的了 一會再有一下的 好像 後面拖慢了 去到第三段的步驟減慢了很多 德雲步都拍得很漂亮的了 第一個彎都攝影 都摸到位置 拿到位置 一樓 整個站都沒有什麼彈的了 你甚至沒有自上 跟著他就在指下埋面 引申波幅 再到豪程 貼籃先省 一陣都可以衝 都跑完了 如果以這隻馬今天 這些人的攻勢 撞對手而已 很少四筆1650是這麼強的 這組是很厲害的 是很厲害 真的的 這組的四筆1650是很厲害的 引申波幅是攝影響 再到豪程 拿出來衝 他又跟著有創新高 再開面還有田蜜至上 德雲寶 蓋世紫蘭 再開 精算攻略這裡都不斷 以為他到了吧 誰知道不是 一陣靠一陣 田蜜至上都可以衝 有 有 沒有啦 跑完這場 下午班你就熱門來的 正式